因為我轉了這個電腦也不是很熟悉 好 今天我們就講普通的內容和類型 大家沒有分享上次學了什麼 不要緊的 今天我會給一些題目 我下次就問大家你記得學了什麼 今天其實就是講很簡單 就是兩樣東西 內容和類型 我們在未開始之前看了一個故事 故事是一個德國人 他留了一百件素描作品 應該是一千件 不是一百件 不是 一百件素描作品 三百五十件畫素描和其他無數作品 他其實是很出名的雕刻家 他就在紐倫堡 林伯克那裡 原來他在每一件作品的背後 有一個重大的 極大的愛心和信心的故事 他就說年輕的時候 在雕刻和美術方面非常感興趣 但優惠在那時候可能已經是經濟不好 所以他和他的朋友就立了一個藥和 其中其中一個人就去學習美術 即是雕刻 畫畫的期間 另一個人就要去工作 去支持這個朋友在經濟上的需要 而是雕刻師這個角落拿滿 concret 是雕刻師這人 我們 就是去學習 這所以雕刻師就去學習 是雕刻師是由她而獲了 她在找她時看到朋友在討告 而她的討告令刁立覺得非常感動 原來她在說什麼呢? 不僅是感動和心酸 她在說什麼?她說 因為辛苦的勞動 我的手已經不再能夠畫畫了 但是我求你讓我這個朋友 刁立成為一位成功的畫家 刁立忘了刷掉自己的眼淚 當場拿起筆來掃描那位朋友的手 這就是成為非常有名的討告之手 如果你們見過很多唱歌 他們都用這樣一幅畫 或者我遲些寄給大家 那是她畫的討告之手 如果我聽了這個故事就非常感動 原來兩個人其中一個 願意犧牲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呈存另一個朋友的心願 你說這個是不是真的非常偉大的一個朋友 而且她藉著討告 神真的聽了討告 而死到刁立成為一個 真的完全是一個有名的作家 現在就問問大家 如果各位是否… 我先拿開這個 我看不到我寫一些東西 因為我自己的樣子阻礙 是 如果是否願意舉口討告手 為其他人討告呢? 願不願意就像這個刁立的朋友 為他的朋友討告呢? 我們在這裡說了 今天要探討討告內容與類型 第一就是討告的內容 大家想到討告內容有沒有想起什麼? 如果有人問你 你知不知道討告內容 其實你每天跟神在說什麼呢? 在討告的時候 你跟神在說什麼呢? 我們看看我們那個討告 是不是好像我們今天所學的討告內容這樣? 原來討告就是跟神的對話了 不是某種特別的形式 但是在討告訓練的過程中 按照一些討告 就是男女引導 就是按照一些引導 就會…看一聲 帶你…應該不是男女 按照一些討告指南 指南就可以完成這個討告了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試圖行轉 我們在這裡說XACTX 試圖行轉的英文都是X的意思 如果你讀試圖行轉的英文就是X 如果你看看聖經 如果我們可以說 原來可以這麼簡單就記住了 X就是Adoration 就是我們用這四個字母 就砌成一個討告的內容 分開Adoration就是敬拜 崇拜 Adoration就是愛慕 英文這個字 代表我們敬拜神 C就是confession 就是認罪 認我們自己的罪 在討告之中 然後T就是感恩 Thanksgiving 最後就是感恩 最後就是S Sapplication就是懇求 這個是不是很容易記 原來我們看開英文的聖經 X是圖行轉 我們可以記住 原來我們討告 就是要包括愛慕神的心意 就是要敬拜 然後我們C就是要認自己的罪 然後就是感恩 就是T Thanksgiving 最後就是懇求 四個內容 我們可以看《提摩太前書》 二章一至四節 二章一至四節 有沒有人讀? 二章一至四節 你問我可以拿到聖經來讀嗎? 如果沒有我讀 二章《提摩太前書》 二章一至四節 我先拿出中文 給大家聽 《提摩太前書》 二章一至四節 我而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 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聽見我所教導的 也要教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 好象基督耶穌的精卑 凡在軍中當兵的 不將世無前身 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 在此 這裏有四個 他說為什麼會說 只能說 這個 講當兵的 原來他就是叫他 在恩典上剛強起來 有著很多人的見證 還有要教導人 有時要受苦難 就像耶穌精兵當兵 原來這四個內容 這四個我們記住 都是包括 也不是好像沒有說到 這個討告 然後我們就會再看看 就會明白為什麼會用這件事來說 但在跟大家分享的內容之前 我再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聽過四至十的窗口 應該是十四十的窗口 因為我做不到掃測給大家看 十四十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我用回中 大家可能也聽過 就是十四十支窗的討告 十四十支窗的討告 有沒有人聽過 原來這個十四十支窗的討告 就是一個美國的宣教士 叫做Lewis Bush 他開始使用用語 就是說在一個窗口裡面 在整個地球 我們可以分開十和四十的窗來看 他就說是從非洲到亞洲的北韓十和四十度的區域之中 全世界90%是未得之民 意思是甚麼意思是未得之民 就是未信耶穌 原來有90% 雖然我說這個數字是何時開始的 其實這個數字是90年代開始的 他就是這樣說的 我可以給一幅圖畫 這個圖畫大家可能看得清楚一點 十四十支窗 就是深藍色的那裏 看不看得到嗎 如果你上這個Google 你都找到的 十四十就是未得之民的 原來全世界宗教聚集的地方 都在這個地區 這個這麼短的 已經細小的十四十支窗 包括甚麼呢 全世界各大宗教聚集 包括伊斯蘭教 佛教 印度教 和社會主義的國家 四大宗教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 伊斯蘭教有28個國家 人口是達到8億人口的 印度是兩個國家 印度和尼泊爾 又是8億人口 其實現在已經不止了 十個國家 三億人口就是包括社會主義國家 六個國家有12億人口 他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劣 他說的低劣是甚麼呢 就是美加500元以下的人口 有80%的人居住在這個地區 我們說他是一年的GNP 不是一天 屬於戰爭的 還有很多地方在四十和十支窗口 很多地方仍然是有打仗的 所以討告就是寫到這些地區的福音 福音尾道那裏寫到這些地區的福音花 讓他們的生活回轉 他們的水平回轉 雖然在人看來這些地方是關閉的 但是在神看來就是閉開 是宣教最好的地方 神要我們為世界性的基督徒 世界的基督徒 是否各位願意是否成為全世界代討的基督徒 就算你說我不是宣教士 其實你可以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為那些去那裏的宣教士的人討告 還不僅僅為他們討告 還有是為這些地區的人民 這些地區的國家討告 我們今天去學講的內容和類型 正正是不僅僅為自己的討告 是幫助大家為這些國家討告 讓神的福音完全去喘快這些地方的 我們剛才提到的 我們有一個S 第一樣是敬拜愛慕神的意思 敬拜愛慕神的意思 就是說第一點 敬拜的意思是我們表達敬拜神 以及感謝祂的良善和祝福 所以所有的討告是要讚美神 神的恩典 就像剛才Asi所說的 神的恩典去祝福祂的家人 去保守他們 耶穌基督的救贖 聖靈等等的工作 要讚美的內容實在很多 神創造人的目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願意看以塞亞書43章21節 以塞亞諸43章21節 有沒有人願意看? 請各位姊妹弟兄讀出來 以塞亞書43章21節 就是講到神創造人的目的是什麼? 神創造人的面對 其實我們都是祂的百姓 因為我們信了耶穌 就是做我們能夠告訴別人 神的美德 神在我們生命中做了什麼 神正在我們生命中做什麼 是為我們在我們的家庭做了什麼 在我們的朋友當中做了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要跟別人說 神是一個美聖的神做了什麼 這個就是剛才阿書那裡說 就說要術說神在我們生命中做了什麼 所以我們要敬拜 我們當時說 神你真是好 你的愛來充滿我的家 就像剛才阿斯奇那樣說 真的很感動 再想起十年前 神如何邀請祂成為祂的兒子 在十年前成為基督祂 神在昨晚再給祂敬拜祂說得很好 特別是在敬拜的時候 神就再看回祂 十年前已經是敷照了祂成為祂的兒子 讓阿斯奇感覺到非常之悲哀 他今天已經跟我們分享了 神的恩典很好 去保守祂的家人 這就是敬拜神讓我們再提醒 祂是如何愛我們 祂是值得被我們敬拜 因為在我們生命上做了很多美善的事 我們就要跟別人熟悉 除了敬拜之外 就要說認罪 C confession就是認罪 祷告要徹底除去罪惡 認罪有兩種意義 第一是承認自己的罪 另一是懇求罪得赦免 例如我們在主託文中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如同我們赦免別人的罪 第一是我們要承認自己有罪 我們也要求神去赦免我們的罪 神如何應許坦誠自己罪行的人 有沒有人願意讀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有沒有人讀 我們的問題就是神如何 應許坦誠自己罪行的人 好 我讀吧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捨滿我們的罪 使證我們一切的不義 謝謝Sasky 這裏是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一章九節說得很七次 很多次很清楚 若我們承認我們的罪 神是信實的公義的 必會赦免我們的罪 所以我們在託告之中 敬拜之後我們就要認罪 我們相信神是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 那一位神 我們繼續看 我們說Adoration Confession 敬拜認罪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T是什麼代表 感恩 感恩 Thanksgiving 感恩 對 第三個就是Thanksgiving 感恩 神所行的事 可能跟我們所想的不同 所以我們要相信神的良善與忍道 並要知道凡是感謝 要感恩才是成熟 基督徒應該有什麼態度 我們說我們向神訴說 我們的需求時候 正確態度是什麼 有沒有人願意看 肥勒比書四章六節 肥勒比書四章六節 這就是講過 為什麼我們要感恩 不是為什麼 是當我們感恩的時候 有什麼態度 當我們感恩的時候 有沒有人讀 肥勒比書 我看了肥勒比書 我看了肥勒比書 我讀了肥勒比書四章六節 六節是這樣說的 應當一無掛淚 只要凡事藉著討告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需要的告訴上帝 上帝所賜 祈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女 保守你們 心懷意念 這裏其實我讀了第七節 其實他讀六節就是說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需告訴上帝 所以他說 那個態度是什麼 應當一無掛淚 我們應該一無掛淚 要凡事直接討告 祈求和感謝 將我們所需告訴神 所以我們的態度就是說 不需要擔心 應當一無掛淚 如果大家擔心 就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所以我們就說 將這件事交給神 將我們的所需 交給神 用感謝的態度去祈求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相信神會回應我們的祈求 這就是所有的一無掛淚 雖然我們有時候 我們祈求的時候 我們可能已經想到 希望神這樣回答我們 其實也不是 神沒有這樣回答我們 但是我們也要用一個感恩的心 去相信這是最好的方案 因為神是美善的神 他會帶我們走一條最好的路 好 接著我們再看 懇求 最後一個 我們剛才看了 這個就是 X就是Adoration 就是敬拜 C就是Confession 就是懺悔 承認我們的罪 接著 感恩就是Thanksgiving 最後就是 S就是Sapplication 懇求 神聽我們的懇求 坦白地把我們的問題說出來 祈求討告能夠互相效力 是根據聖經的什麼態度 又是說態度 我們看看 原來我們在討告之中 要有正確的態度 我們看看 有沒有人願意讀 耶利米書33章3節 耶利米書33章3節 在這裡說到 神是答應我們 先決條件是什麼 我們懇求的時候 原來有個先決條件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先決條件 有沒有人願意讀 好 謝謝 你求告我 我就應找你 並將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好 謝謝Elisabeth 原來在這裡說 原來我們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問神的時候 神就會應人問我們 然後祂就會更指示 又大又難的事 都會告訴我們 原來先決條件是什麼意思 大家沒想到 剛剛Elisabeth的那個 耶利米書33章3節 那裡的先決條件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條件 你應該去問 就是 就是 你的態度就是你要問神 求告神 你就是問神就可以了 我們在說 他在說 第一句就是 你求告我 我就應找你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不是說 哎呀 神會不會答我的 我們會不會有時候說 哎呀 都不知道神會不會應找我的 原來你問神 神就答你的 他在這裡說得很清楚 你求告我 我就應找你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的態度就是要相信 相信 當我們去懇求的時候 就相信 神會應找我們 可能的時間 未必是我們想想的時間 可能 答案未必是我們所想的答案 但是相信 神是必應找我們 因為祂說過 你求告我 我就應找你 這個就是先決條件 你求告你 你問祂 不要說 哎呀 可能覺得很難 或者不知道神會不會答我們 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要衝破我們這些障礙 腦上的障礙 就是說 我們願求神必定答運 這裡是說的 他在說的英運 他在說的是第三節 他說 你求告我 我就應找你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相信 然後就祷告 神就必應找你 我們的內容就很簡單 就是走四點 第一是甚麼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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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就出於一個愛慕的心 第二點呢 認罪 認罪 C就是confession 認罪 第三點呢 快點找人答 快點找人答 神會不會答我 神已經應許了你說我必應找你 好嗎 是 這樣呢 然後我們就去看了 除了內容之外 原來我們看過 討告裡有不同的層次 大家有沒有想過 原來有不同的層次 原來討告是按照他的特性 來分多種 是甚麼多種 原來討告的人數 規模來看 就是個人的討告 或者聯合的討告 他按照 或者討告 是不是有人出聲 有人不出聲 原來是同聲的討告 以及蜜土的討告 還有甚麼特性 原來討告的地點也不同 原來是內室的討告 以及代表會眾的討告 然後最後就是討告的對象 就是個人的懇求 還是為別人代討 有不同的種類和層次 分開他的特性 再說一次 他的特性 原因就是分開人數 個人的討告 聯合討告 就是你一個人 還是全個教會 或者你一個小組討告 討告是否發出聲 有些特別是在這裡 西人就不發出聲 他們經常說在心裡發出聲 但是我們五巡中 就是一起討告 是否同聲 所以這兩個對比 接著又有一個地點 就是你自己個人討告 還是代表會眾 你的小組 你的家 你自己的教會 甚至可能你在工作的群組 這些都是不同的會眾 討告的對象 是什麼 是你自己的懇求 還是為別人懇求 就是有不同的種類 然後我們再看 討告不同的種類之後 原來他還有各種層面 大致有不同的層面 大約可以分為七種層面 從開始的時候 如果大家不是討告的人 你可能會是教膚淺 就是教膚淺 不是膚淺 是教膚淺 因為剛開始你很多人都不懂 所以你會停留在一個很淺的層面 直至經過一段的訓練 進入成熟的階段 才會經歷到這七種層面 第一個層面 就是思想上的層面 在思想上要有一個正面的思想 就是正面的思想 就是正面的思想 它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是表現自己積極的信心 和想法而討告 譬如說 因為我們神是美善的神 祂不會是給我們一些負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積極 要有信心去想法而討告 我們在純福音 都是學習的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有正面的思想 然後朝著各方向求 例如我們說趙蓉基牧師 他是由一幅墓地 然後神叫他去買地 現在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教會之一 他是怎樣有這個 如果他只能看環境的話 沒有可能的 我沒有錢 政府不知道會不會給我 如果他用了這些東西 來塞住腦 用這些負面的東西 你去祈禱就不會得到 神要給你那樣東西 所以一定要有正面 我覺得神這個給了我的 我就相信 用信心去接受 然後就朝著那個 相信有信心那樣東西 就是討告就可以了 第二種就是狠囚 為了自己需要得到滿足 問題得到解脫 很多時候都說 為了自己需要得到滿足 會沒有自私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前兩天有人問我 好像我不為自己討告 因為覺得好像是好自私 其實也不是一個真正 不是一個真正的 下符聖經 你看耶穌基督 他也有為自己討告 在西馬利園說 神啊 這個苦杯如果不是我 如果你可以拿走 你就拿走 但是我也是祈求 你的旨意得到成就 但耶穌也是為了自己討告 在那裡是嗎 你看到耶穌也是為了自己討告 所以我們都是要為了自己 譬如我的家裡有問題 人際上有問題 資金上有問題 工作上有問題 我們都是要問神 如何去求神 適應我們一個解決方案 去使我們能夠得到 譬如人際關係 如果你跟別人不適合 你整天都很不開心 你就求神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跟這個人有關係 完全可以解決 我們當然要在同時去學習 如何跟別人相處 但是當我們這樣 懇求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神正在對方工作 甚至在我們自己身上工作 所以我們是要去問神 去為我們的需要 去為這些事討告 不要說 我不為自己討告 其實不是真正的 不是對齊聖經的教導 我們再看看第三個層面 是什麼呢 第三個層面就是代討 intercession 剛才說了為了自己討告 除了為了自己討告 就是為了其他人 不是為了自己 就是為了別人的需要 以及問題來討告 可能別人說 好像剛才已經有人問我 可不可以和他代討 一起 其實我說我可以為你代討 但我不可以一起討告 因為我今天事行 她的時候不和我事行 因為這個姊妹在夏威夷 她是慢我十幾個小時的 當我們的時間夾得來 已經是不同 即是可能她睡覺 我就在這裡煮飯 或者吃飯的時候 所以我說不要緊 你把你的需要告訴我 我就會為你代討 就是可以為別人的需要 以及她的問題來代討 我說你寫下你的代討 事項 我就會在有時候 我就會代討 第四個討告的層面就是讚美 不是為了需要得滿足而討告 而是以讚美和敬拜神為主的討告 就像昨天這樣 我用阿斯基的例子 我希望說得對 以我理解來說 她在討告之中去讚美神 去讚美神 甚至跟她溝通 反而告訴她是一個互動 她是怎樣愛她 所以當我們把我們的讚美 用讚美敬拜神的時候 成為一個討告 就是把我們的愛意和神熟說 她一定會有回應 但我們不是說得到回應 得到滿足而討告 而是因為我們真的需要讚美神 在讚美當中 所以我們就會回想到神 在我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 是非常美善的 使得我們的討告 是會直到神的心裡 我們在詩篇也說 我們進到神的原來 要用讚美和感恩的心 所有的門就會為我們打開 我們知道讚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 好像上次我們已經說了讚美 大家可以看看 第五就是密想 原來密想也很重要 大家有沒有想到 原來是使得神進入自己的心中 並且能為與聖靈交通來討告 原來密想就是邀請到神 來到我們心中 能夠因為時常思想 祂的話語 祂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切 與聖靈交通成為一個討告 我們繼續看第六層面 就是祝福 大家有沒有想到 祝福原來 原來借著耶穌基督的名 為別人得到祝福來討告 其實我在這裡也是祝福很多人 就是在討告那裡 譬如有些人我不是很熟悉 我又不知道怎樣跟他們討告 我就覺得神叫我祝福他們 所以我經常說祝福你 就是為別人得到神的祝福 最後一個第七層面就是讚美 不是讚美 是應該是 我看看中文是怎麼說的 我看看中文是怎麼說的 命令 命令不是讚美 不好意思 我會改的 是命令 原來大家說 什麼討告要命令的嗎 是呀 因為討告有時候不是只有跟神討告 而是為了抵擋撒旦 為了抵擋撒旦的爭戰而討告 所以有時候討告 不是只是停留在跟神之間的溝通 而是斥責 要用討告去阻擋魔鬼戰爭的討告 可能大家有些大姐妹初信的 不太熟 但如果你信了神愛 你就會知道怎樣 直接討告 是斥責魔鬼的工作 在這七個層面的時候 剛才也說 看看你自己的討告的生命在哪裡 可能初初就不太熟 停留在很淺的思想 不是很淺的層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一開始就一定要相信有一個正確的思想 去相信用這個信心去討告 然後繼續用信心去進入每一個層面 我想我在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神一開始叫我去討告會 我當時還跟神說 你叫我去討告會 我不會做的 我也不知道討告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不過你叫我去我就去 然後我有十年在討告會 就是要帶領討告會 其實神就是要給我一個位分 我才會去做 否則那些人就會掉頭跑去那些人 所以他為了討告我 他就叫我去討告會 討告我 原來跟他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去認識他 原來在討告之中就是跟神一個溝通 而逐漸就去到這些不同的層面 我初初是由一個不懂討告 到現在我已經是差不多做了 所有每一項的層面 所以大家不要 如果你說我好像剛剛才開始討告 那怎麼辦 其實這個討告是一個一世人的訓練 是你和神建立更好的關係的基礎 所以大家不要氣餒和放棄 大家繼續用討告 看看你自己屬於什麼層面 繼續在那裡學習 相信神一定是在聽你的討告 他一定是英文和有信心去做 這是不同的層面 我們繼續看 除了層面之外還有什麼呢 我們要注意到就是討告的類型 剛才我們說了內容 就有X那四樣領 接著就是有不同的層面 就有七個不同的層面 而今天我們繼續說到就是不同的類型 其實類型大家都已經熟悉一些 特別在純福音 我們經常都禁食討告 在我們日常生活討告以外 就原來還有一些特定的時間與地點 是為了一些某些特定的目的來討告 而且特別的目的就是成為了一個特別的討告 就是在下面不同的類型 就有六種類型的 那我們就禁食討告了 我們接下來復活節 星期日開始這個聖周 就是我們已經開始了 馬拉松的禁食討告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原來我們在今天的課程中 希望大家可以回答大家一些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原來禁食討告是養製人的慾望 並尋求神擁有熟靈 不是相通 是相遇 擁有的相遇和交通 祷告 耶穌在馬太福音四章二節 有沒有人願意看嗎 馬太福音四章二節 有沒有人讀嗎 然後有人找摩西 摩西出埃及記 三十四章二十八節 接著我看仕徒行轉保羅的十四章十八節 有沒有人讀馬太福音四章二節 我讀 馬太福音四章二節 卡禁食四十就夜 後來就餓了 謝謝 很短的 就是Elisabeth讀了 卡禁食四十二天 然後就餓了 原來我們看到耶穌祂有禁食四十二天 魔西呢 魔西有沒有人讀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二十八節 有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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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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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三十四章 二十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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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埃及記章三十四章二十八節 摩西在耶穌祂那裡四十十四夜 也不吃飯也不害水 耶穌祂將這約的話 就是十條界 寫在兩塊板上 好 麻煩 在這裡都看到摩西也是禁食 是嗎 原來是在這裡等神給他的一些回應 就是拿十戒 他和神在四十十十夜 在山上和神相處 去專心仰望神 去專心討告 然後神就回應了他 跟耶穌一樣都是四十十十夜 那到保羅勒十四章 這裡有十四章十八節 我讀《師徒行轉》 十四章十八節 是這麼說的 二人說了者說 謹謹地攔著眾人 不獻世與他們 那裡在這裡說 原來人們以為 二人在這裡說的是 保羅 還有這個 保羅還有哪一位呢 我先看一看 還有巴拿巴 對 人們以為他們是神 當他們是神這樣拜 但是二人說了者聲說 他之前說了一段話 就說 這樣攔著眾人 不獻世給他們 那我就說 咦 為什麼會是 因為你看到他們 巴拿巴和保羅 他們都是因為 兩個之前都是人 都是 但是沒有說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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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這裡說到 人們就當他好像神這樣拜 那他就阻礙了他們 就是跟神相遇 尋求 因為擁有熟靈的相遇 和交通的討告 因為神在禁食討告 那裡就充滿了 我們看到他們 所以說耶穌被聖靈充滿 摩西被聖靈充滿 而保羅也是被聖靈充滿 可以做到不同的神職 就叫別人 不要當他們是神這樣拜 那我們看到禁食討告 最後的結果 都是被聖靈充滿 可以做神 要他們做的事 那我們再看這裡 特別討告的類型 我們剛才說過禁食討告 謊言討告 謊言討告 有些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 因為他們可能已經用謊言討告 謊言討告就是指聖靈充滿的時候 不以自己的言語 即不是用廣東話 不用普通話 甚至英文討告 而是天上的語言來討告 謊言討告尤其是能在個人討告 生活上帶來益處 那大家會說 帶來什麼益處呢 我讀給大家聽 就是哥林多的前書 14章18節 他就這樣讀 14章18節 就是這樣說 我感謝上帝 我說謊言比你們眾多還多 這個就是保羅 他說我感謝上帝 再說謊言比其他人更多 這個就是保羅 為什麼他會說 他可能是看到個人的益處 和神的溝通更加親密 如果你們想看更加有什麼益處 就看《哥林多前書》 14章18節 因為保羅在那裡說 不同的恩賜是有什麼的 他就開始說 你要追求愛 因為愛就是最大的恩賜 也要切募屬靈的恩賜 要追求愛 跟著就是屬名的恩賜 而方言就是其中一個屬靈的恩賜 所以他說 保羅在那裡說 他比任何一個人 在哥林多教會 他說謊言比任何一個人更多 我們看到 他看到有很多好處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看看 《哥林多前書》14章 這裏有什麼好處 還有看見特別的禱告 除了禱食 謊言 然後還有醫治禱告 醫治禱告是指禱告在病的肢體 病的肢體就是教會弟兄姊妹 後國神的能力得到醫治 聖經告訴我們 為要病得到醫治 彼此願求禱告 是要彼此願求禱告 不是只有你一個 而彼此 我們看看《烈王幾下》20章20節 你記不記得哪個病 《烈王幾下》20章20節 有沒有人記得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這個 《希西加烈王幾下》20章20節 我讀給大家聽 20章20節 《希西加其餘的士和他的勇力》 《他如何挖持、挖溝、引水入城》 都寫在猶大、《烈王幾上》 大家可以知道 《希西加是否病了?》 大家記不記得嗎? 《希西加是一個好的軍王》 他做了軍王25年 但他病了 有一年就是病了 誰來跟他說 他要準備生後事 記不記得嗎? 有沒有人記得嗎? 有一個先知 那個就是以塞亞 他跟他說 你要準備生後事 你就不會起床 在這個病床上 當以塞亞離開之後 希西加就哭了 就跟神 在哭訴 就懇求 懇求神 就說 神你不要拿我的命 我想你和我現受 讓我再在世上住更久 神就找了他的要求 就多給他十五年 如果你想看 就看《烈王幾下》 二十章 大家再看清楚 《瓦角書》 接著我們再看看《瓦角書》的五章 五章十五至十六章 有沒有人讀《瓦角書》 《新約的瓦角書》 《佦角書》 沒有?我讀給了大家聽 《瓦角書》五章十五至十六章 《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你罪,他必蒙赦免 第十六節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待求 所以你們可以得醫治 以人祈禱所化的力,才大有功效的 我們要知道在這裡說了 都是說了什麼?要出於信心的祈禱 剛才我們第一件事,我們的態度是有信心 知道神會聽我們討告的 要救病人,神就會叫他起來 如果那個人犯了罪,他便會得到死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我們要彼此認罪 彼此以後還要彼此代求,使我們可以得醫治 所以不僅是我們的身體的事,可能我們的感情 我們的關係都得到醫治 所以以人的祈禱所化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和我都是以人 我們原來所化的神就告訴你 我們所化的力量,我們的祈禱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這個真的是真的 我經常都憑著這個討告 我們站在神裡面的義人 討告是非常有權力和大能力的 神是必定聽我們討告 所以我們要記住我們更加要用信心 和正面的正面的思考去討告 去討告 我們走回去 就是用這樣的態度來討告 我們跟著看了 我們剛才說不同類型的討告 有禁食討告,方言討告,醫治討告 最後來到按手,不是還未到最後 是其中第四點就是按手討告 按手討告是指什麼呢? 就是討告人就手放在他人身上討告 有時候,我不知道大家姐妹有沒有感覺 為什麼經常有人都按手在我那裡的? 那是什麼意思? 原來,按手討告主意的目的就是祝福 大家有沒有人看《創世記》四十八章八至四十八章? 哇,這個很長 你回去看看八至二十二節 OK,四十八章 原來主要都是祝福 那接著呢 就是,我記得四十八章這裡應該是去到 約室的兒子那裡被祝福 他就按手在那裡 所以就是按手在那裡受到祝福 接著就是懇求聖靈 領受聖靈 《師徒行傳》第九章十七至十八節有沒有人讀? 《師徒行傳》第九章十七至十八節 九章十七至十八節有沒有人讀? 接著再找另外一個人找《路加福音》四章四十節 我啦,《師徒》 好啊,《師徒》九章 阿拉利亞就去了進入那家 把手按在蘇羅身上說 兄弟蘇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打法我來 叫你能看見 又被聖靈充滿 蘇羅的眼睛上好將有輪 納黑掉下落 他就能看見 於是起來受了洗 謝謝 這裡講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達馬事格那時候 保羅就看不到東西 接著阿拉利亞就是被神差遣 就叫他為保羅討共 剛才說Elisabeth讀得很清楚 使得他領受聖靈 使得他能夠看見 和領受聖靈 被聖靈充滿 原來按手不僅是被祝福 還是要領受聖靈 在看見 最後,按手還有醫治討告 為病得醫治討告 有時候都是會按手的 有沒有人讀 盧家福音四章四十節 盧家福音四章四十節 是這麼說的 那日落的時候 凡有病人的 不論害什麼病 都帶到耶穌那裡 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 醫好他們 在這裡說到日落的時候 很多人來 病人在耶穌面前 耶穌就按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 按手在每一個人身上 他們就得到醫治 所以我們看到 按手也是有醫治的功效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 牧師都說 為眾人祈禱 你有哪裡不舒服 你就把那隻手按在那個地方 那個部位 然後就為我們祈禱 耶穌就來醫治我們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知道按手禱告 為什麼要按手 原來主要是被祝福 祝福其他人 被聖靈充滿 接受聖靈 然後還有醫治的禱告 也是需要按手禱告的 但是下次別人按手 你就會問他為什麼你按手禱告 就知道了 第五點就是預言的禱告 預言的禱告就是說出神奇 給我們的話語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節 我讀給大家聽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節 是這麼說的 他說 又叫一人行利易能 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謊言 又叫一人翻謊言 在這裡說到是要有作先知 先知就是有預言性 可以說到很多種 在這裡說 又叫一人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而其中一個就是預言 語言討告是要說出神給我們的話語 語言討告的目的 是為教會帶來益處 並且勸勉安慰信徒 原來語言的目的 不是說你跟他說 你發生什麼事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原來最重要就是 使到神的話語帶出給那個人 帶出給那個教會 使到這個教會 和這個人得到億次之外 最重要就是原來語言 是有一個勸勉和安慰信徒的性質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這個語言有沒有安慰 這個勸勉 大家就要看一下 這個語言 是不是真的由神給你的 當然有其中其他的一些訊息 但主要都是勸勉和安慰信徒 所以神就會藉著其他人給你一個語言 第六 最後一個特別討告的類型 就是定期討告 定期討告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我們神福音教會都是定期 每天都有早討 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是定期討告 就是一起來就去討告七點鐘 定期討告是指定一個特定的時間 或為了個別的討告事項來討告 通常會與禁食討告一起進行 一般是由全教會藉著聖經的一式特定事件 為標題進行 舉例說耶利哥 耶利哥城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圍著耶利哥城 走七天一路討告 21天的達爾里討告 禁食討告就是吃齋 40天的定期討告 我們剛才也讀了摩西耶穌 也是有40天定期討告 甚至我們現在的聖周 都是禁食討告 我們七天 特別是為了紀念耶穌壽難 我們平時的神討是不是 其實也是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特別討告 把這個時間獻給神 為教會討告 為自己事項討告 那其實是否真的特別 特定這個意思是 特別是為了一些 特別是為了一些 節期的討告 事情討告 另外還有山上的討告 接力的討告 兩人的討告 連鎖的討告等等的討告類型 重要的事 無論是什麼的討告領息 不可以欠小 就是向神讚美 剛才說的Adoration 悔改 Confession 感謝就是Thanksgiving 每件事都按著神的旨意 成全來恨求 好嗎?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有六個討告的類型 有哪個特別的討告類型 第一就是禁食討告 第二就是謊言討告 接著就是醫治討告 按手討告 議員討告 以及定期討告 我問大家 記不記得 我們今天的討告內容 是哪四個 但是每個人都說一樣 好嗎? 討告內容 敬拜 敬拜 Adoration 另外一個人 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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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confession 認罪 第三 另外一個人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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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Monita Thanksgiving 最後一點 有些人 有些人在這裡 有些人在這裡嗎? 可能誰不開門 Kid 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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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求就是 懇求 懇求 所以我們要記住 每天討告 無論在哪裡 討告 都要包括這四點 還有六種類型 層次有七個層次 大家如果記得就記得 但是不記得都不要緊 可以重視 上網看這七個層次 無論你是從最初的層次 怎樣也好 到最深的層次 去命令撒旦 要離開 摯擇他 第一點 就很正面的 positiv thinking 開始 就讓他相信神 是聽了你討告 開始這樣 一層一層的進入更深的討告 就有六個不同的類型 就是包括什麼 禁食 還有什麼 謊言 還有什麼 按醫治 接著做什麼 按手 還有什麼 謊言 還有 就是定期討告 這六點 討告 本人約翰說的 討告是保護我們靈魂的盾牌 大家有沒有想到 原來討告這麼厲害 原來是保護我們的靈魂 是獻給神的犧牲制 是扎打撒旦的鞭子 剛才我們說獻給神的犧牲制 我們剛才從保護那裡 我都知道 他說不用獻祭給他 原來我們的敬拜就是 我們的祈禱就是犧牲制 以及祈禱就是扎打撒旦的鞭子 是否很厲害 所以大家會繼續 我希望聽完今天這個課程 帶來更有信心 以及更正面的討告 為了你自己 為了你家人 為了你教會 為了失喪的靈魂 為了我們十四十的窗口 我們都可以用很正面的 還有很有力量 很有能力的討告 去將神的旨意 帶到世界不同的國地 好 今天我們的課程就是這麼多 有沒有大家有什麼問題